好 都已经率先有所发力 那么从此可以看出 明天 I股当中 像铜 铝 稀土 等有色方向呢 它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呢 像港股当中 像中国太平 中国太保 也是呢 持续这样发力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中国I股 就是I股当中的保险方向 像中国中资 港股当中 它也对应了有所表现 好 那么咱们先从 技术来看一下我们大盘 好 那么像我们的上证指数 好 上证指数的话呢 其实在节前 在这两天的时间 在2月5号 包括呢 2月9号 这两天的时间呢 当时给大家讲了一个 最为核心的一个观念 到底是持股过节 还是持币过节 当时给大家一个技术的 一个关键位 关键位的话呢 当时看的是我们的 好 3544 如果说最后两天 能够向上突破 3544 那么对应的 可以选择持股 或者说呢 不要轻易的把周码给都给丢掉 因为呢 从禅论的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3446.55点位以来的 向上离开段 就是3446.55 这样的一个中枢构建 然后呢 走的是向上离开段 后面呢 自从突破这个位置 向上离开段 走得比较强 这两进入段和离开段呢 并没有任何被迟 没有被迟过之后呢 后面的一个推演方式 结合了 消息面的一个公正 结合了港股的率先表现 那么明天大概率可能会有个高开 或者说呢 明天会有个冲高 那么冲高过之后很重要 因为呢 这个位置它走的是偏强 没有 与它进入段 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过之后呢 短期来讲 指数本身 它的一个风险不是特别大 这个不是特别大呢 一方面 离开段还在延续当中 另一方面的话呢 也可以 如果说再进入冲高 如果说资金 例如说冲高一天 或者是两天 那么后面对应的 它必然也会面临一个短期的调整 那么短期的调整的话呢 可以期待有一次 与它前面这个中枢平台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三脉的机会点 也就是呢 只要说回踩不破这样的一个中枢上沿 对应了三脉 而后的话呢 期待再走一个中枢平台 再向上阻力开段 好 这是对于禅论视角的那个跟踪 如果说走的弱是什么呢 冲高过之后 回测再反弹 回测再反弹 始终不破前面高点 这是一个偏弱的 那么它可能对应一个反向的运动 以小转大的方式来开启 所以说呢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推演 那么我们再从 这是五分钟 从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给它讲到过 那么从3202 这个位置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 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中枢向上 离开段之后 回测图破前面的中枢平台上沿 把它作为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 三脉来对待 那么呢 好 我们可以这样去 看待 好 然后呢 回测反弹 这个反弹的话呢 一旦 不管是 再勾注同级别 同方向的 次次级别的这样一个中枢 然后呢 再向上离开段 那么最终的话呢 冲高过之 必然 大概率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回测 回测的话呢 又可以把它作为新的 与下方 这个位置同级别 同方向的 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而后呢 再期待 会不会出现新的离开段 所以说呢 节后对于指数来讲 大的风险 可以呢 基本可以化解 那么呢 咱们再看从应对的角度 应对的角度呢 对于我们上证指数来讲 由于呢 它在期前已经出现了 连续三连扬 节后呢 再来一个开明红 就是明天再来一个高开 或者冲高 冲高过之后呢 那么短期而言 连续四天五天 它对应的话呢 又有了这样的一个 强势的一个发力 强势的发力过之后呢 必然会面临修整 列书呢 一旦出现强势的上涨过之后 后面呢 必然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增大和修整 那么呢 结合咱们前面的观点 结前的一个观点 那么呢 在明后两天 冲高之际的话呢 对待手中前面呢 持股过节的 实际上呢 是应该逐步的去做一定的 利润保护 利润保护过之后呢 如果说手中仓位比较轻的 或者说呢 没有什么仓位的 那么呢 也要精选个股 精选个股里面 例如说像互同 咱们在昨天专门 有过这样的一个视频解读 包括呢 像稀土方向 有专题的这样的一个解读 那么呢 可以在重点标理上面来讲 看看市场会不会给合适的 这样的机会点 可以把握它的一个反复的 不断操作 好 那么我们再看具体的方向 方向里面的话呢 例如说像 同 同的话呢 咱们给大家讲到的 例如说像这里面紫金框叶 我说的紫金框叶呢 是指港股当中的 好 例如说呢 在香港主板当中 零二八九九紫金框叶 它在这两天的话呢 已经再创新高 而且呢 昨天 二月十六日 涨幅百分之十七点一九 那么今天的话呢 也是持续 给出高点 那么对标 挨股当中的 好 对标挨股当中的紫金框叶 好 那么它对应的话呢 依然有机会呢 再继续往上冲高 例如说像 中国旅业在 香港主板当中的 那么这两天也是属于持续的一个商量发力 包括呢 像中国稀土 也是如此 所以说呢 讲到这一块呢 像同方向呢 咱们在 因为不管是同也好 稀土方向也好 嗯 都有这样去讲到 好 那么旅的话呢 像不管是中国旅业也好 还是说是像前面 前就是节前市场已经炒过一波的天山旅业 看明天会不会给反报的机会点 如果说天山旅业能反报 那么像云旅啊 包括呢 像 嗯 好 像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旅相关的个国也会有所 跟风或者有所表现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那么像中国太平 中国太保 它对应呢 是保险方向的 中国太平 它是港股当中 保险方向的一次个股 好 那么中国太保 也是保险方向的 那么用词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在 嗯 在明天 第一 大概就会开门红 第二的话呢 从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觉得像有色方向 有色方向当中 一个是 像 稀土 在这的话像互铜 好 那么可能是更值得期待一些 然而像保险金融方向呢 可能是一个助推 那么体材方向的话呢 更多的 还是平衡于 资源能源类的 叫新能源 好 这是咱们今天对于盘面的 简单解读 好 那么像稀土方向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 像 嗯 圣核资源 北方稀土 五矿稀土 广生有色 包括了下面物业 铜的话 当前市场的核心 弄头就是指引矿业 好 然后呢 像 呃 铝 铝方向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解读 那么明天重点看 天天旅游会不会能够反报 以及呢 像前面的 像中国旅游也好 包括了像云旅股份也好 等等 看他们的表现 包括了像生活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